长老发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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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李宗盛 自愿者 李宗盛 自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愿者 李宗盛 听到这个大法 自愿者 李宗盛 显示一切众生 自愿者 李宗盛 自愿者 李宗盛 庙盛 自愿者 李宗盛 是全家之十 离开全 没有十好讲 离开十 也没有全好离 所以因此之故啊 全一十 三圣一一圣 都是 无分别完 所以这是 三世诸佛说法的仪式 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 我今一如是 我释迦牟尼佛自清 现在也是跟过去三世诸佛 一样的 最后说无分别法 这个无分别法 第一 只一时 无分别 第二 全十同样是无分别 全就是十家之全 十就是全家之十 那么全十不二 因此 十是无分别法 全也是无分别法 经过开全之后 没有一法 不是一十 所以通通都是无分别法 那么下面是真正战法需有了 就说明这个 妙法联法的 这个需有的情况 因为多方面的意义啊 意义介于说明 诸佛心处师 悬眼直欲难 这两句呀 说明人难 要佛出现世界难 佛出现世界 很久很久 才能遇到一尊佛出现世界 啊 虽然我们现在 玄节 现在就是玄节 圣贤的玄了 现在的 呃 这一个大节叫做玄节 玄节的祝节 二十小节当中啊 有一千尊佛出现世界 玄节迁佛了 过年拜迁佛 呃 第二 就是玄节迁佛 呃 第一就是过去庄严节迁佛 未来新宿节也是千佛 那么现在正在这个玄节千佛当中啊 过去已经有四尊佛 四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 将来米勒佛是第五尊佛 可是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现世界 等到他修行成佛呀 说法也只有四十九年 前后后变起来可以说五十年了 八十岁当中说法四十九年 在这四十九年当中能够遇上的 能够碰到的谈何容易呀 我们就是处在佛后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 两千几百年 佛灭度后两千几百年 我们现在才遇到佛吧 诸佛心处是 闲言直于难啦 闲 就是表示距离 远 距离很远 要很远很远一段时间呢 才有佛出现世界 那么第五尊弥勒佛 现在是一生补处在都说天的弥勒论院 要等到第十小节的简介 人寿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啊 弥勒佛才视线降生 修行成佛 平常说还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不过这个不是正确的数目 有人把它好好的算出来 你现在假定说人寿是第九小节的简介 释迦牟尼佛出现世界的时候 人寿减到一百岁 这个是算那个时间呢 不是固定的了 所以现在也有人已经活到一百几十岁也有啊 那么但是这个 以这个尖的身相 真减来说 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 人寿一百岁 再往下一直减 一百年减一岁 到了现在 那么人寿大概是七十一岁了 还有一直往下减 减到人寿十岁 就减金了 再往上增 一百年增一岁 增到八万四千岁再往下减 那就是第十小节的正减了 那么八万四千再往下减 减到八万岁的时候 弥勒佛才出现世间 你想想还有多几万 这不是闲远直异难吗 这就显示很难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遇到佛法 已经是算我们的善根很深固了 很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大家遇到佛法 要升起欢喜心 庆幸之心 就说啊 我真是一三宝有缘了 我在这个五十温室出现之间 今生众人能够遇到佛法 这真是天上喊玉啊 万劫难逢啊 这是人难 要人出现之间 能够遇到佛 能够听到佛法 真难 这是第一 正死出于世 说是法 福难 就是佛出现之间吧 等于释迦牟尼佛出现之间那一段时间 四十几年说法 可是在四十几年说法当中啊 大概有四十二年左右的时间 都没有说到像法法经这一类的道理的 呃 纵然是佛出现之间了 正死出于世 这个正死可以看作纵然了 呃 纵然佛出现之间了 呃 出于世 就是佛出现之间 说是法 福难 是法 是这个妙法连法经 佛出现之间 要说法法经 也是很难得到的 四十一年都没有说法法经的道理啊 一直到佛 将要涅槃的前六七年 才说法法经啊 所以说是这个法 也是很难的 呃 那么这就说四十一年 九末四一 九末四要 啊 四十一年 实实想说呀 很想 很想说 可是众生根性没数啊 不敢说啊 说出来他不能接受 反而诽谤了 早夜 啊 好像做母亲的 希望他的小孩子赶快长大 跟自己的儿子说大人之话 可是这个儿子还没长大呀 没长大呀 你跟他说大人的话 他听不懂啊 啊 心里很想跟跟他跟这个儿子说 说大人之话 啊 所以啊 心里默默的很想说 不敢说 啊 白玉经里面有个故事啊 有个国王 呃 年纪很大了 还没有儿子 呃 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了 高兴得不得了 呃 那么他希望他的儿子赶快长大 要求他的国师婆罗门了 啊 那么就把他请得来 啊 你有办法呀 能够把我的儿子赶快长 让他跟我跟我们一样长大 啊 呃 我们可以跟他说大人之话 那我这个法啊 这个国王的位置可以交给我的儿子 有没有办法呀 这个婆罗门就说 哎 呃 有有 我有个办法 他说 有个办法 是什么办法呀 他说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 交给我 呃 那么我啊 十六年后交还你 就长大了 那个时候就长大了 他是真的吗 真的 是绝对不会骗你 我跟你说实话 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 我替你这个 呃 养育他 呃 教导他 十六年后我就交还你 那个时候就长大了 这国王真的相信啊 真的相信了 假如你希望你的儿子赶快长大的话 你就交给一个老师啊 呃 十六年后再问他要 那个时候他就自然长大了 呃 那么释迦牟尼佛四十几年来就是想跟自己的弟子们说一死之法 嗯 可是这个儿子一直很难长大 嗯 不过佛不会像那个国王啊 要求别人帮他 啊 死儿子长大 嗯 他就慢慢的教导他 自己教导 嗯 那么四十一年来说好多好多的全巧方便之法 嗯 先于欲勾牵 后立肉佛之 啊 黄业之而提 空圈狂小儿 用种种方法呀 引导他 引导他 嗯 到了现在法法会上 长大了 长大了 嗯 才能够说 这正是 出于是啊 说是法 不难 无量 无素皆 文是法 亦难 这是第三 文法难 前面是说 说这个法 很不容易 现在是 这两句说 要说 要听到这个 法法间的妙法 也很难啦 经过无量 无素皆来 要听到这个大法 也不容易听到的 文是法 听到这个法 是法就是法法经啊 要听到这个法法经 很不容易啊 你看释迦牟一佛 调教了四十几年了 要说法法经 还有五千退洗 还有五千退洗 这五千个弟子 到了那个时候 他还不能接受 他还没长大 嗯 当然那个时候 他还是没有长大 他还退洗 所以文是法 亦难啊 听到这里 我们虽然没有亲自 见到佛的印身啊 只看到佛经 看到释迦牟一佛的 这个像 嗯 那么我们要 深欢喜心 最起码 我们听到法法经啊 深欢喜心 啊 不会有这个不信 或者诽谤的情况 嗯 这就是文这个大法 很难啊 在从前 我们中国佛教 从前呢 讲这个大不经的法师 倒是蛮多的 经常有经厅 看看这个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那位 宝华山洪阳界律的建阅律师 建阅律师啊 嗯 建阅律师 他是个云南人 嗯 云南人 他初出家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要受荐 嗯 那么后来他的老师跟他说 他要求老师要 要求他的师父 替他受荐 那么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了 他说我是法师 我是讲经法师 我不是律师 我不是传荐的 我不能替你传荐 嗯 那么建阅律师就问他 师父说 那那我要到哪里去受荐啊 他说现在啊 只有宝华山啊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宝华山新盛 就是有这个山脉济光 济光律师 呃 在北方传荐 那你要受荐的话 之后到他那边去受荐了 我只能讲经而不能传荐 那个时候 还是律师是律师啊 法师是法师 呃 个人都认清自己的本分啊 当法师的不敢传荐 呃 传荐另外有律师 不像现在人呢 是万能 什么都来 哦 他不但是能讲法 也能传荐 什么都可以 哦 好像是他的智慧比比谁都高 古代不是这样 明朝梅尔末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呃 剑月律师要北方到北方去受荐的当 呃 这个当时啊 哦 会了千辛万苦 看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一梦蔓延 一梦蔓延 就是剑月律师七十几岁的时候啊 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历史啊 就是自己的历史 自己说出来 叫做一梦蔓延 笔记下来 他说他当时求见的困难 他到处听经啊 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听经到是蛮容易的 讲法法经的很多 有经听 啊 不过那个时候得得要得到这个好的著作 参考资料也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剑月律师有一天呢 听到有一部法法经四一节 呃 好得不得了 大家都很尊敬 呃 希望能够得到这部书 他正在正是碰到冬天了 好冷了 呃 那么虽然很冷下雪 他还是啊 很辛苦的硬是把这一部著节把它抄下来 呃 这些经过的情况啊 在一目蔓延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呃 呃 可见在那个时候 听法法经还是蛮容易 讲的很多 呃 那么法法经也很普遍的弘扬 所以古代说中国人呢 是个大圣更新 大圣更新 呃 那么大圣的教典呢 他能够啊 接受 不过到了现代啊 到了这个太空时代 要听法法经就难了 就比较难了 因为这种大部经讲的机会少 讲的机会少 而现在的法师们呢 事业很大 工作很多 负担很重 他们忙不过来 哪里还有时间讲法法经啊 听说也有人讲 讲多久呢 五个晚上就讲完了 他一部法法经五个晚上就讲完了 一个晚上讲两个小时 五个晚上算起来顶多是十个小时 他还有翻译呢 再除掉翻译 剩下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讲一部法法经六万九千几百字 怎么讲啊 念也念不完啊 实际上他这个七句还二十八评的法法经啊 顶多是一评里面拿一句来说说念念吧 那么如果现代人听到法法经 那五天就讲完了 太容易了 可是那只是一 顶多是一句 一首句诵 或者是一句 不过一句也是法法经呢 不是全部就是了 所以现在要听这个大部大铺头的经 很不容易啊 因此我只好自告奋勇来发心啊 那么这个静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奋斗 美国星期讲他一次 讲多久 不管 不管 这个总之呢 不定进度标 讲完为止 好好的讲 尽我所能的 好好的讲 当然我不懂得就没办法讲出来啊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不敢不知为知啊 这个 无人子弟 毕竟好好的学习 那么这个 在梦法时代 要听到这个大法 无量无数节 文事法亦难 这就是所谓千山汗玉啊 万劫难逢 无上神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矣 这个 赞法茅的这个俱宋啊 我经见闻的秀 是愿解如来 真是一本来是唐朝 武这天 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啊 武这天 他赞叹华严经的 他请诗才难度三藏法 是翻译 八十法言翻译完了 他就做了这么一首俱宋 无上神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矣 我经见闻的秀词 愿解如来真是一 你不要瞧不起武这天 他这首俱宋啊 胜过所有的高僧打的 也没有一位高僧 能够做出比他更好的 俱宋流传下来 这不是不可思议吗 那么这真是无上神圣的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难遇 所以叫做文士法一难 要听其他的法 也许容易 三圣之法比较容易听到 法法经不容易得到的 所以文士法一难 能听是法者 识人亦夫难 固然有人说 也要有人听啊 要会听啊 不会听 说者等于是白说呀 这个 纵然能够说 要真正会听的 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能听是法者 死人亦夫难 真正能听法法经的这种人 那真是难中之难了 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很会听啊 听是会听啊 听到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这个 会三归一 会权律师 把这些道理真正能够体悟到 我们顶多是了解一个相似的名词而已啊 相似的名词啊 我们好像是懂了 我好像听懂了 实际上啊 我们是懂非懂啊 这个好像那个小学生说 老师问他 你听了没有 听懂了吗 他说我有听没有懂 有听没有懂 有听没有懂 那么现在要有听没有懂的人容易啊 很多啊 听是听了 懂不懂 另外一回事 那么真正能够听懂的可是不容易 因为这么多人当中啊 真正能够了解这个义佛圣法的 就是在法法会上 最初也只有设立佛一个人而已 你看看整部法法经吧 法说一周立上根 真正上根开悟的 闻到法法经开悟的 是有设立佛一个 后边就是为设立佛受居啊 那么设立佛就是表示他真正领解的 领悟了解的道理把它说出来 所以上根说法 未上根说法的法说一周啊 只有设立佛听懂而已啊 我们算懂吗 我在几十年前呢 有个地方请一位法师在讲经 那么这个法师讲是还不错 讲得很好 但是他对这个礼仪啊 不见得真正有了解 当时临时啊 我到那个地方临时叫我去翻译 有两位老居士 那是博学多文的 他对佛法懂得很多 也很有修行的两位老居士 等到这一座经讲下来之后啊 这位两位老居士跟我作谈 谈到刚才说的那一段 那么我就提出这个道理来跟他研究 他听到最后啊 他说当时讲的人还没懂呢 说的人还没懂 不要说是听的人听懂啊 说的人还没懂啊 说的人没懂他怎么能说你 不懂怎么能说你 学生背书不是都懂了吗 都说出来了吗 背书啊 子约子约都背出来吗 三不再高 有先者明 水不再生 有龙者灵 都背出来了 一一都背出来了 背是背出来了 懂吗 不懂 这种情况我是有精神经历 我从前二十多岁听这个宾宗法师讲经 我在福奖的时候啊 宾宗法师讲过的 我又福奖 因为他是讲明南话 火罗朗啊 光火罗 那么好多客家人不懂啊 那我就用客家话重奖 福奖了 那么我福奖 懂不懂啊 那个时候我老师说我不懂 根本就不懂 那个道理不懂 不懂怎么说呀 翻嘛 就是把法师讲的明南话 把它翻成客家话 哇啦哇啦 讲出来就算了 讲过之后 听众就问我呀 里面随便提出一句问我 那我傻了眼了 我不懂 那你不懂 你怎么能说你 那我翻嘛 就是我是跟这个录音机一样啊 跟这个录音机一样的 录音 这个音录到这个脑子里面去 这个时候翻出来而已 不懂 所以有听而没有懂的 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有说而没有懂 不但是有听没有懂 说而还不懂 所以说 能听事法者 使人一福难 佛一一念说法 众生随类各的节 这是说言词 佛一一念说法 众生各各随所节 众生各各随所节 千万人听 千万人听 境界不同 个人所体悟所了解的都不同 所以 佛灭度以后 佛法流传出来呀 有大声 有小声 有顿教 有建教 原因在哪里呀 就是当时 就是当时所听的那些听众啊 都是众生各各随所节 随他所了解的笔记下来呀 流传到现在 所以一部经啊 有好多种不同的本质 就是当时他们听过之后 把他笔记下来的 这个个人了解情况不一样 个人了解情况不一样 我昨天讲客家话 就是有这么一个庙 就是说这个 胎生 说到胎生嘛 我说这个牛呀 马呀 都是胎生 有个小孩子 他听到 他说 师父在骂人 我说我是牛我 马我 总是一样说法 一样说法 我说胎生啊 牛呀 马呀 又是胎生 他听的不懂啊 他说 法师在骂人 是骂我们牛我 骂我 就像这么一个小话 那么可见这个 说是一样的 能够听懂 它好容易啊 所以能听事法者 实人亦夫难 能够把这个 妙法联法经的道理 听懂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为止啊 下头 好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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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古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